买糖 或者不要吃冰糖 我给你面 挣着沙头的钱 叹了诈骗的罪 四川大毒销老罗把冰毒的价格打下来了 别人动不动又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才能买下的货 在老罗这里只需要一千多甚至几百块 最重要的是还给你包邮到家 四五块钱一公斤 一公斤 它跟就跟那个冰毒一模一样 你打他说看不出来 真正用的时候你就知道 因为价格便宜服务周到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老罗就卖出了四十千克 最终老罗在被逮捕的时候 警方才发现老罗的偏方 原来他卖的不是冰毒而是冰糖 甚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价格更便宜的冰糖 冰糖和冰糖虽然效果和冰毒差之千里 但他们的形状却和冰毒大差不差 挣着大毒销的钱 却只被判了一个诈骗的罪 不得不说老罗这波真是赢妈了 故事的主人公老罗本就是一名瘾君子 之前就有过非法携带枪支的案子 在里面吃了几年的牢饭之后 老罗的毒瘾也成功戒掉了 出狱之后 老罗又在朋友的诱惑下想到了毒品 于是就抱着尝一尝的心态 通过非法渠道购买 货到的这一天老罗非常兴奋 早饭都没吃就下楼去拿快递了 老罗赶紧把包裹 拆开尝了长纳久违的冰毒 就在老罗把东西吸入到体内之后 一股甜味瞬间充满老罗的鼻孔和肠道 老罗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冰毒而是冰糖 他想找卖货的那个人退货 可是那个人早就把老罗的联系方式给拉黑了 老罗虽然被骗了 但是他并不生气 因为他发现了里面的致富之路 随后他立马在楼下小区买了一包冰糖 回家打开之后 他喜出往外 如果不现场验货 这东西单看照片和冰毒根本没什么区别 他心想既然别人能用这东西骗我 我为什么不能用这东西骗别人呢 老罗说干就干 他立马就在网上加了好几个君子群 刚开始他并不急着在群里发卖货的消息 而是经常在群里分享一些自己的货 这些冰糖在老罗的精挑细选和加工之下 拍出的照片可以说是完美中的完美 很多君子在看到老罗发布的图片后都非常心动 他们开始添加老罗的好友 并询问老罗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么纯净的货 老罗刚开始并没有搭理他们 高端的猎手常常是以猎物的方式出场 老罗越是吊着他们 他们就越急不可耐 在这期间老罗翻看起了法律相关的书籍 最终他了解到如果单次行骗不超过3000块的话 就不构成犯罪 于是老罗开始和这些君子们商量 老罗首先表示因为货比较好比较稀有 买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每次卖给他们的量都不能超过3000元 这些君子们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下来 随后就给老罗打钱要求老罗发货 老罗也非常讲信用 在前到账之后立马给他们安排发货 就这样老罗的毒品帝国开始经营了 老罗把冰糖当冰毒卖的第一单成交之后 他立马效仿之前骗自己的那个人 把客户的所有联系方式给拉黑 虽然这样做会没有回头客 但此时的老罗已经不需要回头客了 单单是找他买货的人就已经有上百位了 老罗在这过程中也越来越聪明 他和这些君子们表示自己会把货藏在茶叶里面 然后再以茶叶的名义寄给他们 这样一来快递站也不会怀疑 君子们每次取货的时候也都表示自己买的是茶叶 就这样找老罗买茶叶的人越来越多 老罗每次也都会给他们统一打包发货 后来老罗发现了一个比冰糖更好用的东西 明反 明反的价格比冰糖更加便宜 而且外形上也和冰毒更加相似 最重要的是老罗不需要再买额外的茶叶进行包装 只需要光明正大的给君子们寄明反就行了 老罗办事也非常讲究 每次只给客户们卖一次货 卖完之后立马就把客户拉黑 完全不存在客户想吃回头草的情况 老罗的小号也越开越多 一个号再用废之后 他就再起歇号 每次用歇号时 他都用同样的套路进行钓鱼 钓足这些君子的胃口之后 他再出事 通过这种手段 他在短短几天时间就骗取了上万元 因为老罗自己之前就是一个瘾君子 他知道想戒毒到底有多难 之前老罗因为染上毒品 妻子知道后直接选择和他离婚 房子没了 车没了 老婆没了 孩子也没了 最终老罗去了戒毒所 但还是于事无补 从戒毒所里出来 没多久老罗又染上了毒瘾 而且这次比上次更加厉害 直到老罗因为非法持枪和吸毒被捕助于 在监狱待了几年的他 终于成功戒毒 出狱之后 老罗找了一家超市收银的工作 虽然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生活 平日里他还经常给老婆和孩子打点钱 本以为能恢复正常生活的老罗 在朋友的诱惑下 再次想起了毒品 当时的老罗刚刚出狱 没多久身上也没什么钱 他就想着在网上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买到价格便宜的毒品 没想到老罗这一次的买毒经历 不仅让他彻底见 还让他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对毒品颇有了解的老罗 把冰糖和民法研磨成和冰毒相似的大小 然后以低于正常冰毒价格的价格 售卖出去 由于网络交易具有很好的隐私性 大多数君子被骗之后 都对老罗没什么办法 而且老罗卖东西还讲究一个距离 看到那些地址和自己距离不远的客户 老罗直接选择无视 为了防止别人上门打自己 他专门卖给那些和自己距离比较远的客户 即使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 也懒得为了几百块的东西 上门找老罗的麻烦 然而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老罗最终还是被逮到了 他把冰糖和冰糖制成冰毒大小 然后卖给网上的那些君子们 老罗最聪明的一点 是把这些冰糖都拿去做了化验 还把检验单和冰糖一起寄给这些客户 客户在收到东西之后 也不敢当场开箱验货 一般都是确认收获之后才打开包裹 等他们发现其中的猫腻之后 聪明的老罗早就把他们的联系方式拉黑了 真正做到了让他们一个账号 只能购买一次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老罗最终还是被举报了在网上销售毒品 警方接到举报立马和老罗开始兑现 最终在2015年4月 大毒销老罗为警方成功锁定IP 警方立刻展开抓捕行动 可来到老罗家里时 警方却直接傻眼了 只见老罗没有丝毫的慌张 而是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像一般的毒贩子在被捕的时候都非常激动 甚至还有携带枪支的 可老罗却不一样 他早早地就爬下并双手抱头 等待着饮手酌的来临 警方也是第一次抓到这么听话的毒贩 随后警方在老罗家里查出了大量的冰毒 可拿回去一查验才发现 这些根本不是冰毒 而是冥犯和冰糖 被抓的老罗也整日喊怨 他觉得自己没有贩卖真毒品 就不算犯罪 还说自己卖给那些君子们假毒品 是在帮他们戒底 老罗的这些说辞看似有理 但他依然构成了犯罪 不管他诈骗的目标是什么 单就行为来看老罗已经构成了诈骗行为 虽然老罗单次诈骗的涉案金额 确实不足3000元 但是他多次作案 累计的金额早就构成了犯罪 最终老罗以诈骗罪被捕入于10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 所以说别以为卖假毒品就真以为没事了 任何想投机取巧 违法违纪的行为 最终都会被绳之以法 希望大家能把老罗的例子 当做一个警示 千万不能去模仿 好 我 感谢观看